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們台灣2050前瞻系列沙龍 今天第一場正式開始 那我要代表本中心呢 先感謝各位來賓 也歡迎各位來賓今天來關心台灣2050的未來要怎麼樣 我們今天訂的這個開頭叫做未來及現在 那這就讓我想到說 2050到底比現在遠不遠了 就是30年後嘛 大概30年後 可是我就想說30年前呢 我在做什麼呢 30年前的時候呢 我都在排隊打公共電話 打電話給女朋友 公共電話排隊 那你就想30年前是這樣 如果台灣現在沒有做成 走向這個做這些ICT產業高端的這個手機科技 我們現在可能面貌會很不一樣 我不能說一定很差 但是整個會不一樣 那這就已經讓人想到 其實過去所做的決定會決定到未來30年的事情 這就是本研究的其中一個重子 所以這比我提兩個引言 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們本計畫的兩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呢 我們並不是要預測2050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很這個計畫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如果我們希望未來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比如說最近缺水 李鴻元老師他常被訪問 他會說30年前他就有預測台灣會缺水 不過他有很重要是說 他30年前就告訴台灣如果不缺水要做什麼 結果30年來沒有做 我想說後面這一段就是本計畫希望能做到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未來包括去年的那個COVID-19之後 我們全世界會出現很多風險的新常態 那其實台灣的未來應該要知道一點就是 我們不只是追逐哪些東西會有利益 另外一點是我們會發現克服風險 其實他就會帶來利益 所以我們不管你看克服的水的風險 克服的電的風險 克服的地震的風險 不管帶來的科技或是社會創新 他都會帶給我們非常大的利益在這裡 所以呢因為有這樣子的發想 所以我們再來要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有這個計畫是由科技部的前瞻師 所補助的一個計畫 那今天也有兩位科技部前瞻師的長官過來避臨 那我們歡迎林保育林專委 還有周敏懷周科長 感謝他們可以投資這種 有一些人會覺得是30年後的事情 那其實很多人是不太想去贊助這些事情 或是贊助我們感謝前瞻師有這樣的遠見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真正介紹 我們這個整個計畫的計畫總主持人 也就是台大風險中心的周桂田主任 也是台大國發所的周桂田教授 那他對台灣長期就是有這樣顯瞻的關心 不只是對於台灣的風險 台灣的社會 對台灣未來要怎麼走 未來要怎麼發展 在今天呢可以聽到周教授周主任呢 非常精彩的一個演講 也希望激起大家互動的回應 盡量在今天的演講之後呢 多跟我們來QA 多跟我們來互動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周教授、周主任 我們鼓掌歡迎 好 那個專會跟科長 還有各位同仁大家好 這裡有好多老面孔喔 這個理事長來 這個有好多我們經常辦活動的一些 好 因為最新報紙來講說 最近全台灣都在談靜音排碳 然後也在談這個2020年 也在談TCFP 就是氣候結合 那我想我們這個計畫也進行了第三年 所以我今年就是想說 讓我們幾個共同主持人能夠輪班上陣 來介紹一下我們做了這兩三年的這個 2050的台灣前瞻這個計畫 有一些發想跟一些降貨 因為今天辦這個活動 其實也是要去抓那個view 就是說除了我們在學弟上 還有我們電器去科技部做報告討論之外 我偶爾還是想去catch就是說透過這個過程 我們大家有什麼想法來看台灣未來30年後 30年後 如果明年講以後剩下28年後 所以現在還可以 現在可以講30年後 因為我們2015在講SD區2030還有15年 現在過世五人而已 所以有什麼film這種感覺 那剛好去年8月的時候在這個場地 我們也辦了這個參試前瞻的活動 那也是非常深度的 那這個我待會兒會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辦這個活動裡面 就是不一樣的所謂厲害關係人的 像青創各種經典團體 還有各種代表的一些想法 對2050的想法 其實所以我想那個 想要把這個東西呈現給大家 那因為要講台灣2050前瞻田形想法 就說拜登現在再過幾個小時 他就要召集40個國家在談氣候外交 氣候聯盟 那凱文前兩天到中國到上海到北京去 他們現在中美也發表聯合聲明 這個大概中日發表的戰略聲明 沒有出入到北京 所以北京還願意發表中美聲明 那anyway就是說氣候其實是未來非常重要的 這個全世界戰略 那我們台灣的未來前瞻不會只是這個架構 因為其實這是相反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還是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我會從比較台灣系統風險的角度 來看台灣在2050的前瞻會是怎麼樣 什麼是台灣未來的彥景 那我一直覺得要轉型是非常艱困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們念社會科學人認為要轉型 當然不是一件大的事情 好 那如果同仁有什麼問題 我在講的過程裡面 然後因為我們到兩點嘛 可以隨時舉手我們來做交流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裡面 有一些收穫等等 好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COVID-19 去年2月的時候開始發展出來 OK 然後COVID-19大家認為是所謂的shortening 非常的repeat 非常的這個 就說embarge非常的repeat 然後氣候變成長期跟緩慢 但事實上這樣的過程裡面就這兩個 就是說pandemic跟climate change 基本上它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各位去想一下SARS的時候跟COVID這一次都有相同 COVID-19就是它的病毒的形狀 不確定性非常高 不可預見 難以控制 難以救 它是一個全球化的跨界風險 這樣一個跨界風險 事實上對我們人類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可是這樣的架構底下 其實會有一個想像說COVID是短期的 氣候變性是長期的 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看 你如果真的去看一下全世界的發展 包括這個是所謂的epidemic 傳染病到所謂的pandemic 到所謂的這個全球的這個 所謂的大流行 疫病大流行 加上國內外的這些 這些大的氣候災害 所以會這個發展的frequency會越來越強 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在國際上在Future Earth那邊主張就是 這是一個distrupt new normal 所以如果各位去看最新一期的 這個Future Earth的 The New 10 Insights for Climate Science 那我們成功的把這個概念放進去 那我也把一張台灣7、7、7年遊行的照片 把它放上去 那就是說這是一個破壞性的新常態 它不會只是突發性的 它變成一個新常態 而且這個破壞性的常態越來越大 所以當我們在看這個未來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在看未來 通常現在以2050為標準 2030到2050 有一個概念就是氣候的問題 可是現在要講pandemic 但是在pandemic發生之前 其實全世界有兩個發展的upstream 一個是數位化 就是各位想像中的AI 尤其2017年的AI的這個深度學習發展之後 使得整個台灣的半導體業 或是台灣的這個新的轉型 否則2016年、205年其實台灣的半導體業 其實大概快一點都找到出路 它在competiting之前其實是談數位 就是AI無論駕駛、自動駕駛、雲端、地勢工業革命這些 另外一個是connet 那現在再加上covid pandemic 所以越來越發生 越來越發生強度會越來越強 所以這個frequency讓我想像 我們在2001的時候台北納利台風 那時候有很多科學家跟我們講說 納利台風應該是400年頻率的洪水 400年頻率的洪水是什麼 是一半你可以發現幾倍 如果各位我也想一下 台灣從納利台風當然跟台北地有關 到最近的823水災、88風災、摩納克風災、宜蘭大水 這兩台路客遊覽車 這個美國 Sandy 他們最早是Katrina很慘 永耀良、Harvey到這個 其實就是氣候的發展已經遠超過科學家預估 所以現在為什麼科學家最新剛 全球IPC剛發表所謂的AR6 最新的這個氣候的報告開始在談 我們其實要區隔這些事情 所以各位現在要看待三件事情 一個是氣候、一個是數位、一個是COVID 那這三個有交集 那大家想快一點就是說 數位台灣有機會 因為我們在COVID-19 透過數位的表現台灣有機會 那數位有沒有辦法去減少氣候的災害 這也是現在在論的一件事情 那剛好我們在科系部這個計畫 我們也在談一件就是數位跟產業鏈的關係 數位跟節能跟能效 剛好那個ISS德國這個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tudies 德國的永續發展研究院 他們也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最近在談怎麼樣來 他們有一個研究員要過來 好 那這個我想就不用談 因為這邊都談氣候的東西 好 這張是典型的這個所謂的美學 這個就是2015年底 每年加速都在燒 那大家記得去年COVID-19發生之前 澳洲的大火燒到2月還在燒 所以這個氣候的災害其實是很強的 這是海燕台風 太平洋的高壓使得台風往北走 所以本來這個是海燕台風還有HIT到台灣 後來陸陸續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電子台風 所以關係機場 我想有的同學已經去過好幾次 海水然後掩蓋好 它已經被台風了 所以日本過去在全世界的 Disaster Preventation做得非常好 他們在2015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在2004的時候 12月底 2005 2004 12月底剛好南亞還消失了30萬 2005年的這個初 2005年初他們剛好在日本 就發表了一個所謂的防災先言 那日本防災尤其是這種海啸地震做得非常好 但是台風你看他們還是非常的慘 好 這個是去年COVID很肆虐的時候 中國發生了洪災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中國發生洪災這個戰績還是來我們台灣繞一繞 比如說說這窮兵毒 OK 日本一樣在去年5月的時候 好 那我要講納政策就是正在發生 好消息是說這兩天說 颱風可能會帶進來雨水 那我記得2015年那一次 我一個很深的經驗 因為我過年都會到中部都會到南投去走 那聽說這個有很多35台大的土地 反正你看到裡面真的都黃黃的 真的是乾旱 那一天我們李鴻燕老師講說 希望這次還是繼續乾旱下去 讓台灣做一個lesson 後來就降雨了對不對 大概五月底就降雨了 那這次真的是台灣 大家可以看到水庫 你是去看新的統計 水庫德基水庫 昨天最新統計剩下12% 剩下12% 只能再撐不到20天 所以台灣的問題在哪裡 台灣的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這背後有一個根源的東西 好 這張圖還是要先講 所以說整個台灣在 我們要講前瞻未來一定要談轉型 要談轉型要去認識這個社會事情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這一個計畫裡邊一直在想的 那我們這計畫我待會會介紹一下 我先把一些問題點先提出來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自己的位置 中國排碳98一噸 占全球30% 全球第一 印度2.0 應該是24億噸 24億噸 在單位 占全球第三 OK Japan 12億噸 占全球第一 Korea 6.1億噸 占全球第七 台灣 2.7億噸 在人群人口1000萬以上的國家 我們人群排碳大概是10.8或11噸 在1000萬人口以上的國家佔第八 所以整個亞洲 包括現在談談的印太 今天最新的 昨天最新的消息還講說 既德國跟法國發表印太戰略 歐盟現在也認為 歐盟也要發表印太戰略 因為未來21世紀 就像197年代有人預言的 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 很不幸的亞洲的世紀是一個 這個軍事擴張或是這個軍事緊張的世紀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個 科技跟經濟戰略的世紀 所以歐盟現在除了繼續持續跟俄國 有這樣的一個對抗關係之外 北約之外 他們現在大概認為亞洲印太不保的話 其實他們未來影響的也非常大 那台灣當然就是在這個戰略位置上 經濟的戰略位置 那有人講說這大概在十年前就有人講說 台灣這就是矽盾 用矽來保護台灣 但是這個還不足以形容 因為現在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 Samsung跟台積電佔了全球的這個半導體 百分之70的市場 所以拜登要求台積電到美國去投資 Intel現在也希望 昨天有一個消息說 我們台大副校長 湯明哲副校長說 這報導不好 是不是事實 我說下一步就要求台積電 把技術轉移給Intel 我覺得沒那麼簡單 但是Anyway 中國來持續挖我們科學園區的人才 這是事實 用數倍的薪水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整個亞洲都是在一個高碳盤的製造業體系 所以我們要去看到這個轉型 包括人口 這三個國家 亞、日本、Korea、台灣 剛好都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三個國家 當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說 一個高碳盤要生育率又低 然後又要在全球的科技戰略裡面 有一個轉型的一個狀態 到底要怎麼辦 好 那我最近一直在講說 台灣其實面臨的系統空前 為什麼系統空前 這個Suga的Professor Orvin Ren 我們好幾次請他來台灣 他是繼Ulibeck 我的老師之後 在全世界在談Risk Governments很重要的一位 scholar 他在2013年幫瑞士的這個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就是潮擬了所謂的Risk Governments的架構 他非常失明 那同時也是IASS 我剛剛講在IASS的Directancy 他在17年的一篇文章 認為全世界有三個系統空前 一個就是所謂的Financial Crisis 各位知道這個金融風暴一下去全世界裡面 第二個他認為是Climate 第三個認為是Social In Equality 社會不平等 那我認為這不足以喜歡台灣 因為台灣還有更多的問題 那所以我最近在講說 有一個概念叫本體論上 台灣是一個合攝經濟的一個本體論 就是說我們習近平這樣的一個合攝經濟的狀態 那認識論是什麼 我們台灣有沒有認識到全世界正在幾數的狀況 特別是過去20年來台灣每一年只有100億的投資 這活生生的 因為我的研究室在對面 就在陳明通教授 2006的時候他是入委會的主委 去招商 招不到商 現在台灣最新的統計大概就是接近四兆 從2018年10月之後 中美貿易科技戰之後 現在台灣接近四兆要回來 國內外要回來台灣投資 所以台灣在這種本體論上是 合攝經濟的態勢底下要轉型 然後又會認識論上到底要去驅動 全世界要談碳中和 你沒有碳中和 你沒有R100 你的產品鏈是進不到國際去的 或是進不到歐盟去的 所以台灣要怎麼辦 那第一方面我們在2025的時候超高齡社會 我們第一的勞動薪資 我們需要有引進高端的人才 我們需要有移民政策 如果我們這些都不改的話 其實是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人才會到首爾去 會到東京去 會到新加坡去 不會來到低型的台灣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那剛好COVID-19行政院那邊 剛好發了一個禁要 國發會那邊發了一些禁要 給一些矽谷的人才 聽說很多矽谷的人 台灣人在矽谷彼時都不會見面 現在來台灣反而有很活絡的 很活絡的見面的機會 所以但是我覺得這些結構面都在變動 就是台灣介於這樣 那我認為台灣不會持有三個系統風險 台灣有這幾個系統風險 六個最近大概 一個是疫病傳染剛剛講的 第二個是氣候脆弱度 第三個就核色經濟 第四個是能源轉型瓶頸 包括我們現在的能源轉型區隔的 實在是太遲了 第五個是老化社會 第六個是COVID-19 所以我簡單來講 當你把疫病傳染加氣候脆弱度 跟老化社會連結在一起 這個強度各位知道連結起來就很強 它可能會是sinergy 我們現在是在國際上 很多國家是這次COVID-19沒收好 加上他們老化社會 所以老人的死亡率非常高 那台灣因為台灣的legacy 是因為我們日據時代 遺留下來的這個衛生單位 就是衛生所這樣的架構 所以你看台灣在做疫調的時候 在做整個社會網絡的時候 有一定的社會的資本 很多國家其實已經把整個醫療行為資本化 資本主義化 所以是到醫院 所以為什麼台灣這次有某個程度能收到 這有很多原因 那我要講說各位這幾個脆弱度 或是這幾個氣候風險是台灣的路道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氣候脆弱度 我想就不用講 這個大概就很清楚 非常清楚 摩爾克台灣 越南大水 OK 然後這個 對不起 這個823南台灣大水性 我常常以前在開玩笑是說 這個陳水扁的時候 因為大家過去都認為氣候不是重要的 被傳統因素 現在越來越強 陳水扁的時候就發掌吸事件 冷凍間媒體在那邊攝影 然後不會立刻讓那個嘉義水上 趕快派空潛機去掉了 兩小時四個人都被衝走 所以陳水扁當時的這個Credit就Shot down 馬英九是八八風災 蔡英文就是這個八二三水災 所以氣候還有包括食安 食安也是台灣歷見的領導人 都是過去比較都市的 現在都會變成很重要的Social Credit 或是它的Leadership也很重要的 所以系統風險第一個就是這樣的一個 情路最恐怖 第二個系統風險就是核色情境 我們長期的這個低的電價 低的水價 低的勞動價格 使得我們廠商基本上是缺乏原貌創新的能力 這裡也有一個從空物管制的歷史上來講 就是說有一個故事就是說 很多的空物管制就會所謂的 Regulation Driven Innovation 因為你的管制越遠你就會讓廠商不會將這個環境成本外部化 你就會內化到你的生產成本 所以你就會區隔你的產業往高研發創新的方式走 可是台灣剛好相對 台灣因為在1990的時候台商西進之後 創失了這個產業轉型的機會也創產業空洞化 另外一個就是說當然就是產業沒辦法轉型 你的技術沒辦法拉伸 投資到世界工廠那邊去 你的唯一模式其實這已經講了二十幾年 那沒有高品質的競爭力 產業耗氧之力 所以這樣的一個核射進氣底下其實是由核射能源低的價格來支撐 那台灣的內部現在在增的就是co-file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台灣其實不要再增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就是一定要過去的 那未來其實前瞻是這樣 所以這個剛好就是說我們中心在2019 11月12 我們發布我們Twitter的時候 我們能現場你白費出剛好前兩天 自由時報的新聞 好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統計數據 這個我上禮拜在那個余觀音這個 就是余營史文家基督院給做報告 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麼它的本體論 它有一個經濟負和體 政府跟派密集產業跟全國總統會在談的是五圈 對不對 然後它還是希望低了水價 低了電價 低了勞動價格來支撐產業的辦法 我說這樣的發展模式適用於1980年代 台灣一輪用carbon那個時代 台商拿著皮箱到處去穿適用那個時代 可是不適用這個所謂的低碳 低碳的經濟跟低碳的這個社會這樣的發展 各位可以看到 2006年家務電價台灣全球最低 然後2005年全球第四低 工業電價2006年全球第三低 2006年第四低 都是還是很低 就電價方面 水價就是我上禮拜報告 水價2016年我們水價健庇末座 2016年我們全球第四低 所以說然後這個是勞動價格 我們的勞動價格全球也是定性低 在2015年的價格底下 你看如果說這些都是持續在讓台灣的這個碳密集產業 碳密集產業為什麼會繼續在那邊發展 那這個東西會影響台灣非常的大 因為台灣現在一方面是高端的電子產業半導體業 當然它也耗電 可是它的GDP貢獻是比較高的 另一方面是低端的 或是說碳密集產業還影響台灣的整個排碳 所以這裡邊有兩股勢力在拉扯 兩股勢力在拉扯 我們很多產業還在喊五圈 它希望繼續低著水價 電價 偏導動價格 來支撐它的生產成本 OK 然後另一方面 它不希望台灣趕快設定碳電價 碳水 碳飛 然後我們的電子產業 我們要趕國際杯的這些產業 金融產業都說台灣要趕快follow 還有全世界的這個氣候 氣候介入這種東西 所以這影響台灣是很大的 好 可以可以看到電力 我們請我們委任在這邊 上禮拜還有之前是我們中興的幾個同仁 都有幫你們在做update的資料 2018台灣電力全世界排米 使用電力量全世界排米第二 我們使用電力量是全世界排米第二 然後電價我們都是非常低的 OK 好 工業電價2018年 台灣大概在 OK 這一箱是工 這一箱是工業電價 台灣在2018年 第一低的國家 最低的國家也不遠 其實也不遠 我們大概是第七地 第八地 那這一箱是民生電價 對不起 這個一直沒改到 不同的版本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 二品的 所以這樣的用電還有水價 OK 我最近洗碗的時候就把 因為我洗碗會開熱水 我最近都把它切一半 還是可以洗 但是有時候會變得很燙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平均的這個 人均用水量是311跟308 台北市跟新北市很不高 這個學技術最近公布了 台灣的人均用水量 日本的好幾倍 各位可以看到 跟西方這些主要競爭力強的國家 我們當然又人家的倍數 後來我就在想說 德國怎麼用水量這麼少 或許會有道理 因為德國人洗碗都是把它放到洗碗機去 不像我們就能滿滿把它塞對不對 那我們很多家庭主婦可能還會 或家庭主婦可能還會用洗碗機在那邊洗 所以一定要把它洗乾淨 不然怎麼會耗水量這麼多 各位可以知道 人家是我們的一半以上國家這麼強 就是我要講就是說 這是我們RN水價 我們就是人家的很低的水價倍數 各位可以看到 電價、水大、水價、勞動價等 就是說我們長期就enjoy在 或是習慣於在這種核色經濟體 所以當我們有這樣的核色經濟體 這種本體論的思維的時候 你要去驅動水價跟電價 我想任何執政者都會翻盤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困難 所以以前我們撤會說說趕快去驅動政府 趕快要求水價、電價上漲 昨天我們在中間一個會 蕭戴希老師講說要成立public utility 由一個獨立的這個commission 公用事業的管制委員會 來決定電價跟水價 那電價說不太可怕 公用台灣的獨立機關 大家認為還都是被政府控制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trigger的東西 但是你們就是說 我們長期的學術調查 都有接近七成的民眾支持我們的電價 是某個程度的上漲 所以這個就形成很矛盾的 當你的本體論還陷在這個核色經濟的架構裡面 你怎麼去驅動你的社會轉型 這是台灣的水價的負擔率 這些是抓出來的資料 全世界最低 所以在這樣的架構底下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各位在想想看 就是說當這樣的配套的水價跟電價跟勞動價 得到了這樣的一個高階人才 2025超高級社會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一個困難 那能演轉型的東西就是 能演轉型我想就講快一點 就是從我們學理的關係 台灣職業能演轉型 delayed了快20年 很多國家其實在1990年代 就開始進行能演轉型 就發展在上面 那台灣長期就是因為 在這樣的價格的支撐底下 認為說某一些能源 它可以提供低的電價 所以轉型速度就非常非常的慢 甚至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現在離岸攻擊起來了 但是不然在兩三年前都有很多的批評 那就是說整個系統風險2跟3會產生共辦效應 這樣的一個共辦效應就會讓很多 我們台灣偏鄉的民眾 事實上承受不證明環境不證明這個社會 那這一張圖是大家都耳熟能詳 國外外講 好 2025的時候就超高齡社會 這樣一個超高齡社會 事實上台灣一定要有移民政策 那一定要有高階移民政策跟勞動力的移民政策 這個到底現在規劃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部會應該認真出來看 我們知道國外外有很多研究案 但是我一直來講說台灣的政策溝通都是絕過的 無論哪一檔是政策 所以這樣的一個架構當然對我們勞動力有衝擊 當然大家都會去預估到說其實也沒關係嘛 2040的時候其實台灣的勞狀人口沒那麼多 可是到時候是AI、機器人 當然現在要去配布這就很困難 那這就是我們系統風險 是 加速的人口能化社會 那一樣就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我們還在一個核色星際的本體論上面 這個我覺得是會遇到一個困難 那各位知道美國在去年中開始 為了保住台灣的半導體的戰略人才 跟台灣做了一個人才的聯盟 就是美國的公司出資 讓美國的高階人才來台灣 譬如說半年後八個月這樣子 薪水由美國公司付 就是要維持台灣的半導體供應給美國的這個隆起 就是這樣 那人才跟地心就剛剛講了嘛 就是說薪資的價格也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好 系統風這是低薪跟輕品 那輕品通常在全世界各國都越最重要 好 第六個系統風險就是pandemic 或是epidemic的東西會越來越多行 好 所以我昨天注意到了就是說歐盟 剛剛掌握最新的消息就是說全世界的 就是世界醫學會全票21票通過 支持台灣加入WHO的觀察員 那歐盟的印太戰略裡邊也去提議到 propost到說未來要在這個 除了這個科技之外要在公共衛生 要在氣候變遷要非常多的引用 跟很多國家合作 所以這是台灣有機會 台灣有機會 那我一直在講說 但是如果說我們這幾個系統風險 尤其這三個如果是同時trigger在一起 或全世界同時 各位還記得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破壞性的新常態 如果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準備好的話 它的社會的認清度其實就會超大 這次其實是很驚恐的 讓很多本來在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有一個叫做 Global Health Index 就是在排名很多所謂國家的全球衛生排名的指標 這次很多國家排名很多前面的國家 這次都很慘 那表示是說那個資料就是不夠來 為什麼不夠來 因為這要建立在你的整個醫療體制 還有你整個所謂的公共衛生體制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邊有很多的脈絡 比如說義大利為什麼這次會這麼慘 因為它是中國在歐盟一帶一路的建造戰 所以過去歐盟每次歐盟的外交委員會 要發布一些訊息的時候 義大利通常都站出來說NO 所以就不能發布OK 好 但是義大利這次各位可以看到 到小年夜五百萬人流出去的時候 在溫州 在美蘭有1萬個溫州工人在那邊 所以為什麼義大利會這麼慘 然後法國跟義大利 尤其義大利 剛好在2012年的時候 因為經濟不景氣 所以他們把他們的醫療預算抽贏掉 那我要講的是德國剛好在2002年的時候 2012年他們的國會就做了兩個foresight 一個就是疫病傳染 那故事當然就是說有 unknown的virus 他傳染到應該是透過人遠移動到德國來 然後引發德國快速的確診人數 所以呼吸病患不夠 所以就很多人死亡 他會很短的時間就達到一百萬的確診 所以如果各位記得就是說 Milker在德國剛開始確診人數增加的時候 他在三月中其實發布了這樣的東西 他說我們快守不住了 其實後面有這樣的一個根據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這個去運故道 就是說氣候暖化以後對德國的衝擊 所以我們在想說我們這個計畫其實是 有搭在這樣的一個架構底下 雖然我們計畫很困難 因為我們就要做很多資料的整合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需要再加持的地方 但是其實大的趨勢 現在要加上疫病大流行這樣的架構 所以另外一個 就是說除了這樣的一個系統風險之外 我覺得台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這個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八仙城棒 我們會有這個粉塵的這個活動 還可以都取去點煙來噴一支 我們會有普悠瑪號對不對 我們這個司機也把ATP關掉 自動駕駛系統關掉 就好像你今天要上高速公司 把你的ABS關掉就用幹 用幹台灣人 我們會有錢貴大火 為了要裝潢把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警報系關掉 然後我們會有泰銘隔號 說台灣如果要轉型的話 轉向這種到低碳 到這個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樣的時代 有這麼多的科技 那科技背後其實要有很強的社會的底蘊 或是社會的相先進 你這些3D列印無論價值 這個所謂的這個先進材料 新能源 數位革命 還有更多的這個整個 所謂的工業資料革命 我們的品牌是什麼 剛好上禮拜在這個時報的這個論壇裡面 我覺得葉靖老師跟我的想法很像 我就說我們如果要走這個 我們台灣的品牌的報價會是怎麼樣 你一個國家的品牌是什麼 對不對 人家講到日本的品牌 講到德國的品牌 講到台灣的品牌 當然我在1998年的時候 德國的高速鐵路 因為它的輪軸疲勞 然後在一個分岔器也是斷裂衝出去 所以那個空照圖就是 一列長狼好像就疊成像火柴爾這樣 那一次死傷三百多人 但是那一次也很慘 但是我想就是說他們現在應該 譬如說透過這個教訓 會固定去換那個論壇 那台灣一直都有這種職質跟隱密 跟忽視風險的文化 我會再講就是說 因為韓國有一位 韓國所有大學社會系 有一個張教授 他在主張他叫做Compress modernity 所謂壓述了現代化 他大概在2000年跟我提出 非常類似的關聯 就是他們就是壓述現代化 那我想說台灣是快速的工業化 使得我們在整個社會學習過程裡面 沒有這個學習的時間 那那個日本東京大學社會系的前主任 叫做Mitsumoto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Structured Disaster 那另外他們一個學者提出了叫做Main Map Main Map Disaster 簡單來講就是說整個亞洲這些國家 都是隱密風險跟慈視風險 常常說是這樣 所以這樣對一個國家要轉型跟創新 其實是產生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我認為就是說這個挑戰 其實如果說我們再回到 就是說我們這樣核色經濟的時代 跟這個要轉型到這個新的時代 這樣你有辦法 有辦法 這是比較強的這個 在這個本體論的架構 當然你可以想說現在分裂 現在電子產業 金融業 打國際費的產業 希望台灣趕快走向快的東西 水價變價對他們都不是太難的成本 但是我們還有很長的這個一些產業 他們一起產業 他們還是希望維持目前的現狀 所以這個會使得台灣整個要轉型 或者要走向前瞻 其實我覺得那個預估會非常的 會遇到問題 我們當然過去在2006.5的時候 知冊會的團隊他們其實有預估到2015 以為台灣的願景 他們其實傳統的科技前瞻就是預估 全世界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產業 台灣可以更進什麼產業 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束 我覺得現在完全是不夠 因為你要看待一個社會的前瞻 你一定要去看待整個社會 它原來的結構性問題 當然你的產業驅動 或是透過一些技術驅動 可能可以很快的轉換 譬如說現在除了什麼技術發生 這個大火躍進 或現在的濾清大火躍進 都可以迅速解決台灣的問題 可是台灣內部還是有這些結構性的東西 你要發展這些 譬如說你要有智慧電網 那大家願不願意鋪成智慧電網 鋪 再鋪智慧電網 鋪出更多的這個成本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的一個狀態 好 那所以我再一直在講說 台灣有這樣的系統風險 跟時代矛盾農的問題 是我們在思考前瞻問題 不得不那個 好 那這個一個是2003 這個天下的cover story 那我想講快一點 因為我2017取以色列 我覺得非常配 我真的很配我以色列的人 除了在這個HIVA被安檢一次 全部包包拿出來看 到了以色列南端那城市 還是見不安檢一次 然後都要問你說 你要來參加什麼會 我說我們要來參加BioASIC的 這個UNESCO BioASIC的 International Company 他說BioASIC Bio我聽到Bio他們就很緊張 生物細菌 對不對 所以問得更詳細 我們就有的人就坐在後面 被問了十幾分鐘 又換下一筆 以色列人海水淡化 跟新加坡人海水淡化 做得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台灣除了水 現在要趕快流下來之外 其實很多的 我們知道現在水利數 或行政業有很多的做法 就是趕快把水流下來 包括人工股 包括湖流水 包括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耗水 水價太低 這是一個很關鍵性 很致命性的東西 那海水淡化 本來很多廠商是不願意做的 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這個是人家以色列的狀況 然後我在講就是說 以色列 這裡面有一個story 以色列用全力灌溉 缺水國家用全力灌溉 把農產品貓賣到台北的超市 這是人家厲害的地方 那我一直在講說 1980年代我們引進RCA 所以現在有RCA的這個毒物訴訟 台商拿著皮包到處趴趴走 台灣經濟發展 我最近兩三個月到高中去演講 剛剛也是一樣 問高中生說 我聽到對台灣人情人比較不好 沒幾個人提過 真的沒幾個沒三個人提過 現場上一百多個人 真的沒幾個人提過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短帶的落差 所以我覺得人生不用太努力了 大概過四年你大概在那邊亂亂亂 講一個小話 好 各位在全世界在大概2000年的時候 開始在走低碳社會轉型 低碳社會轉型 各位還記得 2010年的時候 Nokia佔全世界手機是佔於四成 很厲害嗎 四成喔 比Samsung還厲害喔 OK Apple智慧型手機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發展曲線 如果還是在這個核社經濟的發展區 還在談這個很表面 五缺當然是要解決 那五缺的背後是因為你很多結構性問題 你沒有去進行 也很難動 我們昨天還在講說 歷屆政府都不太敢動電的價格跟水的價格 這就是台灣最致命傷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你不做你的前瞻很難往天走 還有核電整理嘛 核電要不要用 大家都還在吵這問題 低的負價價值 全世界都會看到 這個能源跟氣候轉移現在速度越來越快 包括今天拜登要引領失事的國家 可能就開始談這個氣候 會開始進入政策跟產業 那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儘管會發射第一次建交綠色金融2.0 開始全世界在全台灣現在很多產業 顧問公司都在談TCFP 談氣候接動 談兩棍 但是這個Trigger還要遇到再大一點 好 所以回來講是說 對不起 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在 我們談SDG嘛 談2003年 所以國際上有一個叫做 The Wall in 2015 他們在2008發布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件 就是說這個SDG 新的Goals太多了 我們只要把它集收在6個Goals 這變成很多國家發展的一個資源 那我們行政院 我們中心在2018年也幫行政院寫了這個 台灣有序 行政院的有序 就SDG的這個政策白筆書 政策白筆書就對了 那也是依照這個架構來看 那這個架構底下是有一個推估 各位可以看到都在談 怎麼樣進行深度的減碳 那但是你去看台灣在整個 深度減碳的路徑上 確實確實太慢了 因為這些都是從願景推估回來角色無序 你要先先推估 系統分析研究院YESA 他的執行長就是一個Naki教授 他前年來台灣 對 前年來台灣 那我們就是這個計畫跟他交易 他也聽我們計畫簡報 他給我兩個印象 我學到了 因為我們一直要問他說 請你今天要教我們怎麼用邦碼論做前瞻 他都不告訴我們邦碼論的問題 他後來跟我們講說 你們的前瞻 你們做的東西不夠ambitious 他後來談一個哲學問題 前瞻就是要先設定一個目標 然後回來找誰去 他要找一個safe space怎麼去當成他 這是他給我的一個哲學 那他就講說 他們是在全世界在1970年代 是最早的研究前瞻的團隊 可惜他們用錯了工具 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預測了整個深度減碳 整個地球的碳太多了 他說他們用錯了工具 可是方向答案是對的 他們當時使用的是核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最近有一個爭議 就是說歐盟的Joynt Research Center 好像要去發佈說核能也是屬於綠能 就有這個爭議 現在還在爭這個 所以很多我想很多不一樣正理的人 就有不一樣的聲音 可是畢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談的 不管核能是綠能或無碳能源 核能絕對是無碳能源 那核能的確是不是綠能 因為綠能的定義是很高的 各位知道所有的供應鏈現在都要R100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定義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Naki教授告訴我們是說 台灣你自己還要大膽地去設定一個發展目標 回來找手錄訊 科系的手錄訊 政策的手錄訊 社會的手錄訊 那另外一個來台灣已經來兩次了 都見見總統 吳總統 包括馬總統在的時候 叫做就是德國的這個PIK 就是Germany Climate Institute的一個Leader 叫Schöbenhauer 德文的一個教授 他兩次來我記得他就講說 我們台灣其實要找出自己的社會經濟的發展路線 不要走歐美的路線 因為他意思就是說 講說歐美是一個高效位的發展路線 這個黃玉珍 循環台灣基金會的這個理事長 JT一直在倡英那個 那個都是很高的目標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前面有這樣的核色經濟的架構 所以這個The Walling to the Building 就是這樣子在分析 30的時候 50的時候怎麼進行Transformation 然後他們也有一些路徑圖 我想這個都是相關的 那怎麼樣產生創生性 生態系 從科學跟產業到科學跟產業跟媒體 到整個科學產業媒體跟社會的架構 是這樣的架構 第二個他們在2019年就發布了這個第二個報告 就是談這個數位 數位有序 所以數位有沒有辦法促進產業轉型 或是數位跟汽油的問題 因為數位可以讓它更有能效 產線更多 更多元更彈性 數位也可以克服COVID-19的問題 當然各位知道某一個程度的數位監控 這次被suspect被擔議 那數位比這些是全世界在走的路 那我在講就是說全世界就除了 我們台灣重視AIoT之外 另外一個氣候變遷 現在可能還要加上pandemic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問題架構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整個計畫 這個計畫我想就不用特別細部的分析 其實我們就分析到 我們有一些方法論 這些方法論牽涉到產業面 牽涉到人口 牽涉到整個健康基礎的問題 那我們有一些方法 我們這個用STEEG 所謂的Society, Technology, Economy, Environment 跟Governance 國際上都看STEEP Jails Policy 我們用Governance來取代 然後透過這樣一連串的來看看問題 所以我們開始就是有一些架構 開始來看台灣 這在科技部就報告過了 我們在看台灣其實這幾個發展面向 怎麼剛好來服用STEG的一些架構 那我們怎麼可能來找相關的突破 所以現在要接軌的就是說 怎麼把我們這些資料整合下來 再根據前面看到的結構性問題 跟未來前瞻問題做一個統合 這有點學理性的東西 但我們在去年的參與事前瞻裡面 我們幾位同仁忙了幾個禮拜 還滿辛苦的 那也謝謝專委來這邊參與 我想看到這次大家不一樣的 這個代表性的群體 怎麼樣提出了這個前瞻的意見 那我們最近黃偉矢博士就是 我們就是在負責是說 要把這些前瞻的一些東西 一些跟關鍵評論員合作 把這個介紹出去 那包括人口老化、數位永續、 肌肉緊急跟系統貢獻治 我們要把這些東西融合起來 因為這就是全世界現在發展前瞻很重要 那每一個前瞻裡面都有一些滿深入的思辨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比較就是說 代表台灣比較年輕的一個部位 比較年輕的對不對 他們對於未來的發展是有看待 我剛剛去演講 以下是七、十八歲的高中生 我問他們說 2050的時候你的小孩幾歲 他們想一想說也大概是七、十八歲 那我說你們 拜託你們還敢生 要多生一點喔 OK 就是說很快 三十年很快 我從那個2010那個國光史報道 現在已經有十年 非常快 我說這個時代的變遷 跟這時代的大家希望這時代怎麼轉向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說整個social intuition 社會的intention 社會的intention它要往哪邊走 這邊哪邊走怎麼樣配合 怎麼在政策跟科技上去配合轉向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 因為唯有這樣強大的社會的需求 社會的need 起來就會去驅動政策的轉型 有時候政策 政府部門盤盒是最慢的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考量 我通常講說這叫做狡猾的國家理性 什麼叫狡猾的國家理性 為什麼 因為這邊產業界會跟他壓力一下 那邊產業界會跟他壓力一下 那現在政府最麻煩是說 他要找團體團體溝通 他不曉得要找哪一個民間團體溝通 因為隨時在網路上都會跑出來 不一樣的民間團體 所以這些不一樣的意見 就是我們有Summerlize出來這些意見 這些大家要參考一下 在數位化裡面有不一樣的意見 怎麼樣去協助跟透過數位化的一些途徑 來產生某一些發展途徑 某一些發展的取向 這個跟我們大概就是說 透過專家的訪談的方式 或是專家的方式去拿到的東西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這個大概都是比到年輕人的角度 其實他們有更多是看到 在社會的實情下或底下 或是社會的任性底下 台灣有什麼樣的機會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地方政府 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地方自己是還滿脆弱的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去補足 那還有包括現在我們所謂的 新移民的部分怎麼去開通 那這個就是很多新創的年輕人 他們想的東西 當然現在國發會這一塊也在顧著 這就是能點減碳跟循環經濟 那這些我想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意見的收容 而且深度的討論其實就是說這些情境 的確是適合我們來作為研判的一個前瞻的研究裡面很重要 當然前瞻研究很難 因為大家都是從現狀的Based Eye去看問題 希望找出Solution 然後再走遠一點 那我再講一次就是說對於Naki教授而言 他認為不能用Based Eye來看問題 可是我們既然不能用Based Eye來看問題的話 包括我剛剛講的核色經濟的那個本體論 可能都要被推翻的狀態底下 就不要看核色經濟 你要看台灣的人 可是要怎麼去設定那個可能很困難的 或是很難預估的 譬如說我今天可以預估說過十年後 昨天最新的報導這個澳洲發展濾清 十年後就很成熟 所以美國現在到底他要走向氫能 跟日本競爭氫能還是要走向電動 那個再生能源 或是不一樣的發展策略 所以這裡邊有一些東西就是會比較難判斷 但是Anyway就是說這是一個發展的路徑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人口跟少子化的問題 人口跟少子化的問題 那這邊當然就有蠻多的意見 我覺得各位都不用細部看這些意見 我覺得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談這個前瞻的問題 就是2050或前瞻 就是說整個台灣其實在這個轉型架構 我們怎麼看遠又拉近 怎麼又看遠的時候又不要沒有現狀的基礎 然後但是有現狀基礎又可能會牽制到我們看 過去的研究方法就是大量的專家訪談 他們談完就是大概收容的意見就這樣結束 這一次當然是會透過一些方式 讓社會意見不斷來呈現 那另外一個現在就是說 我剛剛談的系統風險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想演理 這已經演理半年了 右軒在不在 對 我們其實在演理就是說系統風險的問卷 因為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問卷 大家看到的都是WBF 甚至我們上次Future Earth開始也有問卷 問什麼樣是各位發認為 WBF問全世界1000個精英 Future Earth就是世界地球科學 未來科學科學界他們問200個全世界科學家 當然全五個 包括今年出來都是氣候變遷或氣候災難 都是非常高的 現在Pandemic也是出來 所以我們想研究 想把這個系統風險的關聯性就是說 包括老化 包括疫病傳染 包括氣候這個東西怎麼連結起來 在做一個問卷上的一個收集區收容 大家在看這個東西 那這是專家調查 這是動態調查 謝謝系統風險的調查 對 我們其實問了 我們已經問了民眾了 但是那是WBF的問卷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能夠演理出問卷 網專家部分問卷 對不對 OK 好 那這裡就有一些分析啦 各位知道這個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說WBF世界經濟論壇 它對於整個風險的這個分析 大家的感知是什麼樣 但是這個我是覺得還不到達到 因為系統風險要去看這個風險關聯的連結 WBF他們的方式只會告訴你說 你感知什麼是氣候的風險 什麼是缺水的風險 什麼是疫病傳染的風險 都是非常比較單獨的項目 我們現在想設計一個問卷出來 看能不能在國際上有不一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初步的 類似WBF的這種比較低步的問卷 我們大概也有分析出一些概念上 就是過面 就是台灣其實有一些基本的問題 都是存在的 那大家怎麼看這些基本問題 OK 然後怎麼樣透過這些基本問題 來找尋新的發展路徑 大概是這個 好 那另外一個最 另外一個往下走 大概要秀這張圖 就是說這是動態Velping 對不對 這是系統風險調查動態Velping那個部分 其實就是說專家共識跟所謂的這個 應該是系統動態模型 這個落差大概在社會科技經濟跟環境底下 有什麼樣的落差 各位就這個都當參考 因為這個是還在調查結果 我是跟各位說明就是說 我們調查的項目 就是說這些一般在科技的前瞬裡面會調查項目 那現在可能就不會實看科技產業 還要包含整個社會的面向跟經濟的面向 跟環境的面向 好 那這些都是一些數據 最後我想還有一些時間 到15分鐘差不多 我們這個團隊有林仙禾老師 他跟各位這樣講 就是說我覺得台灣有時候滿悲哀的 我說台大公衛學院也是大概在三年前 因為是嘉義部的生根計畫 拿到一筆比較大的錢 才能夠去做台灣基礎的健康資料的統整 我這根本就沒有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現在要去看一個國家的這個疾病預防 雖然我們有國衛 但是都沒有一個基礎的資料 所以變成是說他一開始走的時候 他又要引進一些世界銀行的方法論 然後來做一些基礎資料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我要給各位看一張比較shock的圖 然後在上世代科技部報告過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套圖在勞動力跟人口的疾病 這個秀出來就是說勞動能量 這是女性 這是男性 勞動能量各位可以看到 在2020的時候 我們的勞動量的人口數大概還在青壯 40歲是高高 女性也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到2040的時候 這個整個疾病跟人力的capacity已經移到底下去了 已經移到底下去了 2040不遠的 十幾年就夠了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大概就是說 除非這裡有很重大的什麼自動機械啊 自動的製造啊 或者我們現在的青壯的勞動力 因為我們台灣剛過了人口紅利的時代 青壯的勞動力現在還留在這個區塊 至少以40歲上下 30、35還青壯了 我本來講說今天會有很多台大學生來 趕快警告他們一下說 你們現在可能還在這個階段 好 各位可以看到到這個時候 這個青壯的勞動力 不是青壯的勞動力 那個主體已經挪到50幾歲了 這個是會滿慘的 就是滿慘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們在國家的能力政策上 怎麼來engage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自動的製造 或是數位的製造這邊 怎麼來取代勞動力 未來即使是 如果是以腦力為競爭的社會的時候 基本上的勞動力就不需要那種出第一級的勞動力 那這個怎麼樣去設置 這個其實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思考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最近聽到台大老師來講說 這個台積電不夠貴魂 什麼科系人都要 然後也找到一些不一樣的學校的學生 大舉的招人 那可不可以 我要跟各位講 這不見得是好現象 所有人都去台積電 哪一天台積電是怎麼樣的 台灣比較慘了 所以這個大概是說整個 我整個報告裡面 要跟大家分析了 就是說我們整合了這些計畫的面向 就是今天的東西比較不像一個怎麼樣的演講 就是說我們整合了這些東西 我們是希望 就我們王雷根博士的構想 那我們司長說他可以去選總統 我把我們總統的政見再發表出來 就是說這幾個架構 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順序的架構 先瞭解整個社會的合社經濟本體論 再看待透過專家的談談 透過參與室前瞻 然後透過更多的問卷 甚至這個更多的參與室的調查 然後統整出來 把資料匯整出來 那我們來看待台灣各個面向 那各位知道這個 Smart Grid這很重要 循環經濟 那個昨天黃玉珍先生還在一直講說 他最近他們台灣循環經濟院 就是在看台灣經濟要怎麼樣去發展 台灣其實要以人為本 大家就要放棄消費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崇高的理念 現實上當然就是很困難 因為台灣的結構不是這樣子 你如果去聽過余宥豪老師上禮拜的演講 其實我十年前就聽過他講 他認為台灣不應該走電子業模式 他認為台灣也不應該走石化業模式 他認為台灣應該光光令國 這是他的觀點 就不一樣的發展 好 新的國土 怎麼樣新的環境 新的族群 這大概就是我們 西部我就不講了 就是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可以來溝通一下 新能源 新經濟怎麼樣 新能源就是比較注重現在的電網 尤其台灣現在區隔到 再生能源到底可以區隔到 我們台灣再生能源的發展到底可以區隔到幾% 現在各界也在平衡 現在各界也平衡 然後台灣大概到2030年的時候 這個用電量會增加大概202% 台電最新的那一部報告 那所以這邊怎麼區隔 然後整個循環經濟的驅動 這個地方其實真的是需要很多政策來引導 我覺得政策非常的重要 因為大家就在講 台灣也有很好的廢棄物 對不起 這個職業循環 可是你沒有拉到整個經濟產業的面向底下 沒透過政策來引導它是不太夠的 那新國土當然就是放災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這個台灣已經做了非常多了 那新社會當然就是一個質疑 跟市 特別要健康產業新的環境 那有一塊沒談 應該數位 因為數位其實會改變台灣很多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台灣現在的電 應該是講台灣未來就是電動車 我們過去做不出內南引擎 引擎的時代我們做不出車子出來 做出不出品牌 那現在鴻海投入豫龍的路徑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發展出白牌車子的市場 所以這個台灣未來非常有的計畫 那台灣怎麼用透過這種數位的優勢 來發展在製造面跟社會的 跟醫療的面向 我想這個是我們大家可以來驅動 這大概是未來30年真的是 應該不要叫30年 台灣未來20年很重要的一個發展路徑 所以這幾個連結 就是說這都是比較理念性的 我想大家就做一個參考 簡單來講就是說 整個前瞻的架構 我們是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方法跟路徑 那掌握現實的一些data 然後再延伸到國際上現在發展的趨勢 來做一個統整 那希望這個架構 未來可能這樣的每一個面向 大概不會是這些面向 就是說我們可能很多東西還要再繼續深入 因為它要繼續看國際的發展 然後看台灣政策的影片 所以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延展 所以我今天就開場先把我們整個計畫架構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然後我們未來幾週會有林先禾教授 林忠宏教授 蔡宏征教授 他們會從不一樣的領域來看他們的 來分析他們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研究的一個專長 好 那剛好時間也才過幾分鐘 那先到這邊 來吧